憲哥,恭喜你 你好,謝謝,很開心 早上你在演唱會中間就來了這個政策獎 嗯,幸好有我來到 但今次都很開心,你拿了一部份的獎項 那就是金獎,自尊唱片大獎 今天是人生第一次,這麼多年 第一次拿自尊唱片大獎 我覺得很開心,很圓滿 是啊,所以特別今年在這麼多新血 整個樂壇這麼新的面脈 都還可以有所斷幕,我已經覺得很滿足 但在台上,剛才看到這麼多粉絲之前 自己的心情是否很興奮? 很開心啊,而且都很好啊 除了我的粉絲,一直有幫我投票 跟著做很多應援的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粉絲 我看到MIRROR的粉絲也有為我 說你好,搖旗立喊 我都覺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樂壇 我希望這種氣氛是會一路一路這樣下去的 因為其實樂壇很需要團結 所以演唱會到現在的中間一半 今天也有些少不舒服的見解台身 其實呢,因為我由開場前 我就一路有氣管敏感 一轉天氣呢,有哮喘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有哮喘,我又不能打針 所以每三天要做一次檢查 所以今天又人比較多 還有我真的今早也還有兩聲匹別 我旁邊左右,我旁邊有K 又有小朋友在家裡 所以我就想想一下,不如算一下全程 其實我的妝很漂亮 我們看到的,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我們看到的 我特地在演唱會不下妝過來 那眼睛會大一點 但是安全起見,特別是這幾天又在爆 即是開始有社區的全部 所以我也覺得算了,不如穿漂亮一點的衣服就算了 但會不會顧及家人都希望他們少出外面的餐廳 他們固然之 他們固然之少出外 因為爸爸媽媽都來了香港 其實我現在每天 由於我想保證我十八場的演唱會都順利 我自己是在一個無憤的狀態 我回到家,就算我姐姐 她都要全程帶好 即是她回到自己的area 即是她的行間 因為最主要是 我都見過以前 有些其他artists開很多場的演唱會 是因為有些朋友 很熱情入後台拍照 而接著惹到 那這次對於我們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投資 所以我要確保這個演出的順利 但你講到是一個大的投資 你最近都差不多慢慢好像那樣 是 是不是都整天被紅紅粉 都很開心的 那這些 對於老闆來說是面子的 所以OK的 最重要是觀眾開心 但我也很開心 在演唱會之餘 今晚可以在這裡坐一坐 休息一下 又可以獲得獎 又可以感受一下樂壇的氣氛 我也很替每一位得獎者開心 他們都是實際的 我們等你了 夏令至尊的歌曲 好啊 明天開始洗牌 我自己由頭再來 拆紙膠這樣 其實所有的獎杯 對於我的團隊來說 是有加許多些 我覺得 起碼對於公司來說 所有同事今年的努力 付出都有榮 對於我自己來說 他們剛剛說我 評過 學有歌的金滿冠 我自己沒有計算這些 但我都很榮幸 可以 好像集友 集齊 那麼多的獎項 那 今年做個新人 由頭來過 因為很多東西要學 那今年的你 就一定要超越 上显的你 我們等你了 我希望自己今年 不要割口 我經常都說想拿回 唱作獎 所以我會很努力 向林家謙宣戰 我想做唱作人 是的 因為我都 我自己都很想 多一些創作 其實都 遠離了創作人 這個行業 行業很久 那 是的 如果你問我 我接下來會割作什麼獎項 我希望割作一些幕後人 和創作的獎項 多一些 那 亦都可以 見到有多一些新的 好的 出色的藍歌手 我得到肯定 那下面最大的目標 是否就是要做一個創作科手 是啊 還有 都做好自己的頻道 現在世界變了 真的 不只是唱歌 那麼簡單 那 今次我們 試做了一次 一個YouTube頻道 一個清談節目 叫做 天公不設防 那都 反應不好 我們開始有客 有廣告客戶 那我們 會將它變成一個長線的節目 一路做下去 我們期待 我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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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尊唱片 會被拿藍歌手 更加開心 是啊 真的 因為 第一 我從來沒拿過這個獎 那 當然不能這樣計 但是自尊唱片 今年是我自己 開新名單 第一張唱片 我覺得 很容易投 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 自己要去做一個標籤 其實我什麼都不懂 很難得老闆給這個機會 希望 不要令人失望 我知道今年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 Seal Star的人 人類勢 我覺得他們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其實 我自己覺得 那 無論專輯的概念 各方面 我都 我自己都很喜歡 Seal Star的人 所以 希望 我們各自都一起努力 今年再努力 就是 2022年 再努力 那你想不想 最喜愛藍歌手 最喜愛藍歌手 其實有很多因素 那年的歌曲 人氣 以及觀眾的觀感 這個是屬於 網民 或者是樂迷的投票 我覺得其實 只能夠努力 但是沒得強求 我覺得姜濤 今年都是實至名歸 真的 你看到他 我看了他很多的作品 他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 還有 很有主見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一代 真的強過我們這一代 真的 奶粉都不同 真的 所以 剛剛姜濤在台上說 他說 MIRROR 或者他們自己的發展 接下來會是亞洲第一 我剛剛在訪明的時候 我也有說 我們這個年紀要做 難一點 說真的 所以是靠他們的 我媽媽經常都說 年輕的時候 當你十多二十歲 你說你自己做李嘉誠 只要你肯努力的話 你都會得 真的 所以我覺得 我都和他們打氣 希望他們加油 其實無論是MIRROR也好 姜濤也好 Anson Lo也好 Tyson Yoshi 林家謙也好 任何一個他們這代的音樂人 只要可以代表到這個地方 代表到廣東哥 去到亞洲 甚至乎更大的舞台 我都覺得 是很值得開心的一件事 你也是這個舞台跳嗎 那宣布的一刻 你先說你的名字 你覺得 我一點期望都沒有 坦白說 其實很坦白說 他們 拉低我的年齡 你知道嗎 今年的口號是馬上青春 我都覺得不可思 入了五強的時候 然後我已經很感謝我的粉絲 幫我投票 我說 就是 在今年一個這樣的形勢 以我這樣的年資 或者其實 你問我今年 我有沒有努力呢 我又努力 但是 夠不夠精彩呢 我又覺得可以再做好些 就是很多地方是有遺憾的 而的確 可以和這麼多年青春一代的歌手 和他們四位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我以為自己入到十二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當時入到十二強 我已經覺得我是MIRROR的 但是接著去到八強 去到最後五強 五強我已經覺得是柳獎了 真的 而且 都入了行這麼多年 其實對獎項的心態已經改變了 我覺得 觀眾的認受性是最重要的 除了傳媒之外 觀眾的認受性也很重要 所以 如果自己做得不夠好 就再來 沒所謂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